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叫什么呢 这就叫ABC AB等于C C的列是不是βEβL 可以由A的列表示 表示的C是右边那个矩阵的列元素 AB等于C C的列可以由A的列表示 表示的系数是B的列元素 再看这个 AB等于C C的行由B的行表示 表示的系数是A的行元素 这个一定要理解 就把这个对着这看 这个地方一定要理解头 一般我们本科的期末本科的这种教学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难的东西 但是在考研当中它并不算难的东西 考研当中我们经常用到这个东西 就是你要在理解的系数上把它记住 AB等于C C的列由左边那个矩阵A的列上的行表示 表示的系数 是B的列元素 A B等于C A B等于C C的列可以由A的列表示 表示的系数是B的列元素 C的行可以由B的行表示 表示的系数是A的行元素 刚刚我们前面写了 左边横着看 用A那个地方横着看 右边的竖着看 AB等于C 马上要想到 C的列可以由A的列表示 表示是B的列元素 C的行可以由B的行表示 表示这是A的行元素 第二个 第三个 矩阵A经过初等行变换 变成矩阵B 那么A的行向量组 与B的行向量组等加 为什么 A经过初等行变换 得到B 每做一次初等行变换 就是在左边称一个初等针 你做了一系列的初等行变换 就是左边称一系列的初等针 就是P A等于B P克尼 P A等于B P克尼 P克尼 好 为什么 为什么AB的行向组等加了呢 大家看 B的列 由P的列表示 不就这一句话吗 B的行是不是由A的行表示 因为A肯定要左称P列 你左称的P列是不是A又等于P列B 是不是P列B等于A 这是B的行由A的行表示 这个是不是A的行由B的行表示 A的行由B的行表示 是不是 那么表示的系数是哪里 是不是P列的行元素 这两个一结合 你看一看 为什么由A的行向组 B的行向组等加 这个地方看 是B的行由A的行表示 这个地方是不是由A的行由B的行表示 是不是 互相表示 就是行向量组的等加 A直做行变化 化成B AB的行向等加 但是列向量组 未必等加 我要说未必等加 很简单 举个反应就行了 我做个什么行变化啊 我把第二行加到第三行 二倍吧 第二行的二倍叫第三行好不好 我做了这样一个行变化啊 大家看一看他们的列向的组是不是1000010的 这个是1000012的 你发现没有 这个项量 它就不能够由1000010表示 为什么 因为第三个分量是2 这个2不可能由这两个00表示 是不是 你看 做行变化啊 行向量组的100100 这边是10010 是不是可以互相的表示 但是列向量组就不能够互相表示 为什么 012不能够由1000010表示嘛 所以列向量组 未必等加 这个证明的思路上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啊 做行变化 就是左边称粗等等 就是左边称肯定症是吧 PA等于B 然后A等于P逆B嘛 A等于P逆B是吧 这个是B的列 由P的列表示 表属是A的列元素是吧 B的行由A的行表示 表属是P的行元素 那么同样这个地方呢 P逆B等于A是不是就出现了A的行可由B的行表示啊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是做列变化 决定A经过错误的列变化变成主因B 那么A的列向组和B的列向组都等加 但是行向组就不一定等加 那么正面的思路是一样的 做列变化是不是右边称AQ等于B是不是 那么这个是不是反映出B的列由A的表属 表属是Q的列元素是不是 Q可逆啊 BQ又等于A是不是 B可逆等于A A的列是不是由B的表示 所以你们两个互相表示 而列的互相表示 就列向组是什么样的 等加 这是一个很难的东西 很难的东西啊 这个理解是要有个过程的 是要有个积累的啊 你不是说你今天听了以后你就明白了吗 很少有人就马上能明白 这个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 你过几天再想想这个问题 再把刚才我们的一些推理再写一些 再找个具体的相对写一些 这是一个过程的啊 上到后面你们记录就不错了 AB等于C A B等于C C的列可以A的表示 表现的是B的列元素是不是啊 AB等于C C的行可以B的行表示 表现的是A的行元素 这句话记住 当然我们本科教学你发现没有 基本上我们不考这个东西 啊 但是演技术学考试 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啊 啊 当然你啊 我们这个课程主要也是为同学们后面考研服务的啊 当然这个呢 你开始不明白没关系 到强化阶段啊 再明白就来得及啊 好 那么刚才呢 我们前面讲那个定理呢 啊 已经介绍过了啊 列项量B Beta 能够由列项的组 阿尔华 一阿尔华 还能够信息表示 等于这个信息方称组怎么样呢 有解 有解的重要条件是 细数举论的质等于增广举论的质 是不是啊 也就是A的质等于A Beta的质 请同学们注意 这样写 就是Beta 能够由AlphaE AlphaN表示 这样写 就是Beta 可以由A的列项量 从信息表示 再来看一看 定理二 列项量组 B 能够由列项量组 A线性表示 等价于这个矩正方程 有解 我想这个大家 现在大家能不能明白啊 那么刚才是不是说了 AX等于B B的列 可以由A的地表示 表示的系数 就是X的列元素 是不是啊 这个X就是 系数矩正K 矩正方程 有解的同样条件 根据我们上一章的 最后一个定理 就是系数矩正的G 等于增黄矩正的G 是不是啊 就是A的G 等于B的G 好 我们继续啊 这个列项量组 B 能够由列项组 A线表示的 冲要条件啊 使这个矩正方程有解 我想这个东西呢 你理解 是不是就刚才我们讲的 B的列 可以A的表示 表示就是X列元素 是不是啊 而矩正方程有解的 冲要条件 根据我们上一章的 最后一个定理啊 就是系数矩正的G 等于增广矩正的G 那么现在 我们由这个定理二 很快到这个推论 列项的组 和这个列项的组 等加 意味着 三个G相等 A的G 等于B的G 等于AB的G 为什么是这样的啊 B的列 可以由A的列表示 是不是就是A的G A等于AB的G 那你再想一想 A的列可以由B的来表示 是不是又出来一个BA的G 等于A的G啊 而这两个G是什么关系啊 这个是不是做列变换 就得到这个东西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两个是相等的 这两个相等这个就不要了 这个就不要了 这个不要以后 是不是就是A的G 等于B的G 不是啊 系数矩正的G 等于增广矩正的G 这个地方我写错了啊 B啊 系数矩正的G 等于增广矩正的G 我应该把它写到左边 然后这两个是不是一样的 这两个是一样的啊 那么就是A的G 等于AB的G 等于B的G嘛 那么是不是就A的G 等于B的G 等于AB的G 是不是啊 啊 所以要判断两个相等的 两个相等的等价 两个相等的等价 要几个字相等呢 啊 要三个字相等啊 A的字 等于B的字 等于AB的字 啊 要三字相等啊 啊 好 呃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例三 啊 请你去证明 α1 α2 β1 β2 这两个相两组 是等价的 那么怎么去证明两个相等价呢 我们只要证明 α1 α1 β1 β2 和α1 β1 β1 相等 就可以了 就证明这三个字相等 证明这三个字相等 啊 我稍微给你演示一下 怎么让三字相等啊 这是α1 α2 这是β1 β2 这是β1 尽量不要做裂变化 为什么 这一竖就是三八屑 就是告诉你 你这个手不要这样动 你可以这样动 前后动 是不是 那前后动就是我们来讲是不是就上下动 但是不要左右动 因为你换个裂 这一树是不是就白化了 对吧 你过界了 因为你换裂的话 那么是不是就把α的和β的搞混了 是不是 那我们做什么变化呢 我们做行变化 那么大家看最漂亮的一行 我们要想办法就弄个一出来啊 这是不是第一行 这是第三行 是不是 我就把它弄到第一行来吧 变成这样 然后这个呢 我就想这个赵潮了 好吧 然后这个呢 2倍 往这加 0 2倍往这加0 这个2倍往这加呢 几啊 5 是不是 这个2倍往这加 -15 这个2倍往这加 10 是不是 然后这个3倍往下一加 0 这个3倍往下一加 3-1 是不是2啊 这个3倍往下一加 -15 对吧 -15加9 -6啊 这个3倍往下一加啊 99 究竟5等几 等于4 那么同学们看一下 第二行是0-2 6-4 第四行是不是2-64 我直接就把它概率请算 是不是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 第二行大家看一看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这个-2 写成-1 乘个2分之1啊 乘个2分之1 这个就是3 乘个2分之1 这个就是几啊 这个就是4 是不是啊 然后第三行乘个5分之1 5分之1的话大家看 这个是不是就是1-3-2 正好和第二行是不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我就干脆直接就把你画上0 0-0 是不是啊 那么现在这一数还在这啊 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左边这个自由他决定是不是 2-1-2-4是指是几 指是2 这个是不是β-1β-2 这个指是几 这个指是不是还是2 对吧 这个指还是2是不是 这个指也是2 然后和谐指是几 和谐指是不是还是2 所以他们三个指相等 这个指这个指和谐都等啊 所以这两个向族等价 三指相等就可以了 啊 再来看一看第四 NV的向量组α1 11啊 是1000 12是0100 1N是001啊 我们把它叫NV的单位坐标向量组 这个概念实际上是空间结局的一个推广 空间结局一几何 有IJK 分别是1000 01001是不是啊 那么那个呢 能够表示所有的三维向量 现在这个呢 就表示所有的N维向量 叫N维的单位坐标向量组 说 说 叫你证明啊 这个N维的向量组 A 和这个东西啊 1 1 1 2 1 N 等价的重要条件是 α1 α1 也等于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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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证明两个相对等价 是不是就三质相等 那就是 我的质 你的质 我们两个合起来的质 是不是都相等 是不是啊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证明呢 就证明什么东西呢 我们就证明 我的质 你的质 合起来的质 等于N 是不是就可以了 就证明这个东西就行了是不是啊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怎么去证明呢 等价等价有三质相等的 那么同学们看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两个人先看这个啊 先看这个 你先看这个 你先看这个方向啊 我写的比较潦草一点 等价是不是得贴到三个质相等 我问你这三个质相等 能不能推到这个知识N呢 能不能 能啊 显然可以是不是啊 反过来 如果这个知识N 如果这个知识N 我已经这个知识N了 那么你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α1是几位的 α1 α2 α2 是不是N位啊 所以这个矩阵是几乘几的 是不是N行M列的矩阵 我就问你这个知识N 你能不能得到 这个知识还是N呢 行不行啊 你这样想啊 这个矩阵是几行几列的呢 N行几列 是不是M加N列了 N行M加N列 M加N列 它的知识为什么还是N 首先这个字显然大于等于左边这个矩阵字 因为右边这个矩阵比左边这个矩阵 是不是多了一些列 平方多出来的是不是啊 然后知是不是也不超过行数啊 也不超过列数是不是啊 那它有小语等于N 有大语等于N 是不是就等于N了 所以这个知识N了 是不是啊 然后你再看看这个知识不也是N 这个知识不也是N 这是什么 这是N节的短固语论呢 它这里是不是也是N 是不是啊 所以 是不是就出现了三制相等 现在出现了三制相等 是不是啊 阿法一到阿菲 ones的Now 和阿法一到man一到一元的丈 还有一到一元 三制相等иж em 三制相等是不是就等价 那就怎么样 那就等价了 这两个相组就等价了是不是 等价了 要证明两个相组等价 要三质相等 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定理 相量组B是β1到βL 能够由相量组A现行表示 那么B的值就是β1到βL的值 就小于等于A的值 A的值就是α1到α1的值 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我能够由你们表示 那么我的值就不会超过你 知道吧 我的值就不超过你 为什么 为什么是这样的 相量组能够由另外一相组性 表示的矩阵形式 我们来把它写出来 B等于A切 是不是B的列可以由A的列表示 表示的系组是不是矩阵切的列元素 那么你现在看 B的值它就是A切的值 A切的值 两个相称的值小于等于任何的值 是不是 这个是我们的第三章的一个结论 然后我们的第三章的末尾 是不是也给出了证明 AB的值 A乘以B的值小于等于A的值 A乘以B小于等于B的值 B的值 那么这样一来你看 这是很容易过去 B的列表 B的值就是A切的值 小于等于A的值 是不是 所以你由别人表示 是你的值小于等于别人的值 而不是你的值 大于等于别人的值 那同学们这个东西怎么去记呢 我想我可以给你介绍一种 这样一种方法去记 比如说 我们在大学里面有很多同学 我前面是不是讲了一种关系 叫老乡关系 智就是什么 智就是我们同乡会 有多少个同乡会 分成多少个 智就是我们同乡会当中的 同乡会的个所 智就是同乡会的个所 大家这样想 我这边的每一个人 都能够在你那边找到老乡 就是我这边的每个人 都能够在你那边表示 是不是 就是在这边 都能够在你这边找到老乡 那你就这样想 我这个地方所来自的地方 就一定不会超过你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超过你 打个比方 这边来自四个地方 这边来自三个地方 你可能吗 你这边的每个人 都能够在这边找到老乡 你这是四个老乡 来自四个同乡会 你来自三个同乡会 是不是 那么你这边肯定就有人 不能够在这边找到老乡了 是不是就矛盾了 那么你要能够找到老乡的话 那你就这样想 这边每个人都能在这边找到老乡 所以这个的老乡 就同乡会的个所 就一定不会超过这边的 是不是 那么你的智就小一点 这个的智 它一定是这样的 好 好